各位同學好 這個實驗是實驗2 實驗2就是 要教大家如何使用 試波器跟波琴產生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我們開始做 第一個小題 我們先把圖1 的電路接好 圖1的電路已經接好了 就在這個 麵包板上 1kΩ 4.7k 2.2k 3.9k 把它接好 那接好圖1的電路 那首先呢 我們用波琴產生器 產生一個正負5幅 1kHz的正旋波性 好 那我們 首先 就先把它調到1k 那調到1k的話 大概就按這個 這個地方 然後調頻率 調頻率把它調到 正好是1k 正好是1k左右 這個是出條 這個是微條 你很難調到正好是1.0 那 沒有關係 大概很接近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調到1k 那我們是正旋波 我們就選擇這個正旋波 那正負5幅 我們怎麼知道它是正負5幅呢 我們從這個試波器可以來看 首先我們試波器 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切記 這三個一定都要轉到 CAL最右邊的位置 好 那我們首先先歸0 那正負5幅 因為正5跟負5上下 都是5幅 所以我們 大致上把這個歸0點調到中央 調到中央 調到這個中央的位置 調到中央的位置 那我們切到 dc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現在所產生的正幅是多少 現在所產生的正幅是多少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指的是5幅的位置 正負5幅就是正負1格 如果我 這個正負5幅就是正負1格 因為它指到5幅的位置 如果我們切到 兩幅的位置 一格兩幅的話 正負5幅就是正負2.5格 所以我們把這個 我們要調正幅 就調amplitude的這個旋鈕 把它調到什麼 把它調到2.5格 2.5格 現在大約是2.5格 大約是2.5格 這個掃描的速度太快了 我們可以把它放慢一點 放慢一點 好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 看清楚了 這個 一格兩幅特 上下各2.5格 所以2.5乘以2 就正負5幅 好 那我們 產生了這個正負5幅的訊號之後 我們把它怎麼樣 我們把它 傳送到圖1的這個電路 好 那我們 正負5幅正接這裡 負接這裡 好 那我們可以再量測一下 這兩點都是同樣都是C點 再量測一下它是不是正負5幅 確定沒有錯 沒有錯 好 那我們量測VC之間的電壓 V在這裡 C在這 量測VC之間的電壓 好 這個就是VC之間的電壓 VC之間的電壓 那我們就把它劃在什麼 劃在表1 劃在表1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震盪滿小的 我們可以把它放大來看 我們可以把它拉近一點來看 就是每格一幅來看 每格一幅來看 好 那我們 每格一幅的話 那 你可以看到 那我們這裡就寫什麼 寫每一格 縱軸 每一格一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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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軸呢 每一格0.2ms 就是200μs 就是200μs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周期 它的周期是多少呢 它的周期是震盪一次所需要的時間 那你可以看到震盪一次 橫軸是代表時間 震盪一次 從這裡到這 算是一次 總共一二三四五 五格 五格 然後每一格 0.2ms 也就是200μs 那乘以五 周期是一個ms 那頻率呢 就是周期分之一 一個ms分之一 就是1k 電壓的震幅 我們來看一下 電壓的震幅 電壓的震幅 我們現在切到一格一幅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大約是二右四分之一格 2.25V 所以 VC之間電壓的震幅就是 2.25V 你就寫在這 把這個圖畫在表1 然後 把你示波器看到的結果 寫在這裡 好 那我們接下來做這個 第一小題的 掛幅3這個 如果改為正負0.2V 那改為正負0.2V的話 那我們這裡 我們從這裡 就送進正負0.2V 正負0.2V 正負0.2V 好 從這裡送進正負0.2V的話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 amplity的調小 調小 調小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每一格 是0.1V的話 我們就要調到正負兩格 就要調到正負兩格 就要調到正負兩格 我們調到正負三格而已 就是正負0.3V 那你如果還要調更小一點的話呢 那你要怎麼辦 要調更小一點的話 我們就是要按下哪一個按鈕 按下dB的按鈕 就可以調得很小 好 那現在它太小了 我們再把它放大一點 好 好 所以 好 我們在歸零的位置 再把它弄好一點 它稍微往下偏 好 調到這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要調很小的一個電壓的正負 我們要按下dB的按鈕 好 dB的按鈕 然後也是一樣調正負的旋鈕 調到正負0.2V 這個是正負0.2V 因為 每一格是0.1 正負兩格 所以是正負0.2V 好 那我們現在要調40K 40K 我們要調哪一個呢 40K的話 如果按10K的話 大約只能夠調到10K乘以20K 所以我們必須按下 100K的按鈕 然後我們把頻率調到40K 把頻率調到40K 好 再用微調 把它調到什麼 大約是40K的地方 大約是40K的地方 大約就可以了 大約就可以了 好 調到40K的地方 好 那這個就是 40K 正負0.2V 好 那我們現在要調的是三角波 按一下三角波 按一下三角波 好 那按一下三角波 那我們可以發現 它掃描的速度太慢了 我們可以把它掃描的速度 放快一點 可以把它掃描的速度 放快一點 就像這個樣子 好 好 那我們就量取BC之間的電壓 兩取BC之間的電壓 這邊 兩取BC之間的電壓 然後 把它給 畫在 這個上面 把它畫在這個上面 好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這個很小 我們可以把它放大來看一下 放大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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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來讀 我們來讀這個 這個數據 好 橫軸 橫軸 每一個 五個μs 橫軸 每一個五個μs 這裡μs 橫軸 每一個是五個μs 重軸 每一個是五個μs 所以五乘以五個μs 它的周期震盪一次就是五乘以五個μs就是25個μs 25個μs相當於0.025ms 0.025ms 那它的頻率就是0.025分之1等於40k 好 那電壓的震幅呢 我們來看一下 電壓的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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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軸代表電壓 每一格50mv 它大約幾格 大約接近兩格 大約接近兩格 所以50mv 就是0.05伏特 0.05伏特乘以2 就大約等於0.1伏特 但是接近0.1伏特 所以就是0.05伏特乘以2 大約是0.1 比0.1稍微小一點 大約是0.09幾 那我這裡寫0.088 可能就是一些 稍微有一點誤差 這是可能的 稍微有一點誤差的話 可能是因為 可能是因為我們這裡0.2 稍微偏高 可能是因為我們這裡0.2 稍微偏高 稍微偏高 所以我們這裡 再把這個0.2 確實0.2再把它怎麼樣 再把它調到正好0.2 每一個0.1 0.2 那我們再來調 再來量Vc 再來量Vc 你可以看到 大約接近兩格 大約是0.09伏特 0.05 不到0.05 0.04幾 乘以2 大約是0.09伏特 好 那這個是 第一小題的第三個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做第二小題 一樣接好圖一的電路 我們要產生一個-2到6伏的正旋坡 好 那我們從這裡送進來 我們要產生一個-2到6伏的正旋坡 好 那我們 我們 把它-2到6伏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樣會比較好一點呢 我們如果說我們把我們的0位 畫在這裡 然後把它調到1的位置 那如果把歸0的地方調到這裡 把歸0的地方調到這裡 這裡就是0 每一格1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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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2到6 往這裡往下兩格就是-2 往上6格就是6伏 所以你可以看到0在這裡 每一格1伏 5 往下兩格-2到6 好 那我們就 來調這個-2到6的正旋坡 好 我們把它切到正旋坡的位置 正旋坡的位置 好 好 那我們產生300赫子 300赫子的話 就大概是按1k的這個地方 1k的這個地方 然後調到300 300 300的話就是0.3 好 好 300 大約是0.3就是300 好 那 它掃描的速度太快了 太快了 只看到一點點 我們把它放慢一點 放慢一點 好 再放慢一點 再放慢一點 好 大概 大概到這樣 大概到這樣 好 -2到6伏 -2到6伏 -2到6伏的話 就是 就是整個 整個從最上到最下 總共有8伏 所以我們先 把這個 放掉 我們要調比較大的電壓 把這個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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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一下 調8伏 這個是 2伏特 2伏特 往下4伏 往上4伏 往下4伏 往下2格 往上2格 好 那我們先 把這個正幅調好 把這個正幅調好 所以這個就是 -4到4 可是我們要調 -2到6 我們要把整個 直流準位往上抬 那整個直流準位往上抬 你的offset 好 那你可以看到 0在這裡 往下1格 往上3格 每1格2伏 所以往下1格 就是-2伏 往上3格 就是6伏 所以 這個訊號就是-2到6伏 那你如果用每1格 1伏來看也是一樣 往下2格 -2伏 往上6格 6伏 -2到6伏 3伏 300赫子 -2到6伏 300赫子 的一個正旋波 -2到6伏 300赫子 的一個正旋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VC之間的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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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之間的電壓就在這 你就把它畫在 這個上面 就把它畫在這個上面 好 那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點看 可以把它放大一點看 這就是VC之間的電壓 你可以看到 每1格 0.5 每1格0.5 它的峰值有多高 1格、2格、3格 因為0在這 所以它的最高點 1格、2格、3格、4格、5格 5點多格 接近6格 接近6格 好 那 每1格多少 每1格0.5 每1格0.5 5 5點多格 5點多格 大概5點 8格、5.7格左右 那你就把5.8、5.7左右 乘以每1格0.5 所以它電壓的峰值 就是5.8 5.7格 每1格0.5 乘起來 大約2.72伏特 這個就是它電壓的峰值 好 那我們現在 接下來看它的周期 就是每1格0.5伏特 寫在這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它的周期 它的周期 是震盪一次所需要的時間 那你看它震盪一次 這裡是1格MS 你這裡就寫1格MS 然後周期震盪一次 你可以看到震盪一次 大概花了幾格的時間呢 你可以看到 大概花了3.3格 3.3格 所以它是3.33個MS 3.33個MS 取它的導數 就是頻率 就等於大約是 0.3kHz 也就是300Hz 那我這個圖 我這個圖 跟上面的圖不一樣 是因為我看的 我這裡切到1 我這裡如果切到0.5 橫向放大來看 它最後的結果就跟我這個 會一模一樣 會一模一樣 我這個從這裡上來 或者是從這裡上來 沒有關係 那是因為這個東西的影響 是因為 觸發點的影響 你從哪裡開始抓取訊號 觸發點的影響 觸發點的影響 觸發點的影響的關係 所以這個並沒有關係 它是從這裡開始 或者是從這裡開始 並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 把答案寫下來 每一個0.5ms 然後呢 6格 6點多格 所以乘以 0.5乘以6點多 等於3.33 3.33 3.33取導數300Hz 300Hz 那 每一個0.5伏 它的電壓的峰值 往上幾格 往上5點多格 0.5乘以5點多 就是2.72 好 那這個就是 存交流訊號的操作 存交流訊號的操作 表3 不是 不是含直流成分的一個操作 表3 這裡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這個 第二個的第三小題 我們要產生一個0.5伏特的方波 0.5伏特的方波 好 那我們一樣的 我們一樣的 把它的歸零點 設在這裡 一樣的把它的歸零點 設在這裡 如果 一樣的把它的歸零點設在這裡 好 那 1伏特 每一個1伏特 那我們 從這裡 送進來 那它是一個 方波 它是一個方波 你看到下面 沒看到上面 是因為 這個正幅太大了 你可以把正幅調小一點 就看得到了 好 每一個1伏特 0到5伏 所以必須要有5格 我們先把正幅調到5格 先把正幅調到5格 1 2 3 4 好 這大約是5格 1 2 3 4 5 那它是大 0到5伏就是從這裡 到 這裡 1 2 3 4 5 從 0到 5 所以我們要調直流準位 把它調到 0到5 好 這個就是0到5伏特的 方波 1伏特 0的位置在這 0伏特 所以 每一格1伏特 往上5格 0的位置在這 0伏到5伏 好 那我們的頻率是10K 10K 我們就按10K的地方 把頻率調到 10K 把頻率調到10K 把頻率調到10K 調到大約10K的地方 大約10K的地方 掃描速度太慢了 我們把它放快一點 把它放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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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個0到5伏的方波 頻率是幾K 頻率是10K Duty 25 Duty 25 的意思是怎麼樣呢 意思是 On的時間 佔所有時間的 百分之25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震盪一次花了多少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裡是20個μs 它總共佔了幾格 總共佔了幾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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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這裡開始往 1 2 3 4 5 5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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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格的百分之25 它震盪一次有5格 5格的百分之25 是多少 5格的百分之25 是多少 5格的百分之25 是多少 是1.25 所以 On的時間 On的時間 要1.25格 才對 所以我們就 要來調它的Duty 調它的Duty 的話 我們調這裡 你可以看到 Pool to verify 我們就把它拉起來 調整它的Duty 佔了大約是 1.25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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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 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了 大約是 1.25格的地方 好 1.25格 它佔了5格的 百分之25 百分之25 所以這個就是Duty 百分之25 它的頻率是 10k 我們再把它調好 10k 它稍微有點跑掉 有點跑掉的話 我們就把頻率調回來 10k 10k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這樣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1 2 3 4 5 5格 對 1.25格 1.25格 還稍微的 大了一點 再把它調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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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格 佔了5格的 百分之25 好 0到5伏 然後頻率 10k 那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 的訊號 好 那這個就是0到5伏的方波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 1伏特 每一個1伏特 0的位置在這 然後往上5格 所以0到5伏 25% 因為橫格 一個週期是5格 它ON的時間佔了大約 1.25格 所以 5分之1.25就是25% 這個就是 0到5伏的方波 Duty 25% 10kHz 10kHz 好 那我們就量 Vc之間的電壓 Vc之間的電壓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太小了 我們就把它怎麼樣 就把它放下來看 這就Vc之間的電壓 好 那我們就把我們答案寫下去 答案寫下去 調到20μs 20μs 橫軸 每一格 20μs 縱軸 每一格 0.5伏 它的週期 週期你就看幾格 橫格 震盪一次 5格 5乘以20μs 等於100μs 相當於0.1個ms 它的頻率 頻率 就是週期 0.1分之1 就正好10k 那電壓的峰值是多少 0在這裡 電壓的峰值幾格 電壓的峰值幾格 1 2 3 4 大約是4.8格左右 4.8格 4.8格左右 那每一格0.5乘以4.8 大約就是2.4伏 這裡2.2伏 可能就是一些量測上的誤差 可能是 可能是這裡 可能是這裡的誤差 可能是這裡的誤差 0到5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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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這裡 4.4格 4.4格 對這個是4.3 4 4.8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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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就寫2.4伏 好 這裡就寫2.4伏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 第三個 限電壓的操作 限電壓的操作就是我們 不從這裡送電 我們從哪裡送電 我們從變壓器的 12伏特這裡送電 好 那我們從變壓器送電 我們就 把這個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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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拿變壓器過來 好 好 那我們限電壓 就是從變壓器送電 變壓器12伏 12伏 就是 這兩個 或者是這兩個都可以 那我們把12伏送進來 好 它是一個 上下對稱的一個波形 所以我們最好把這個 0位 調到這邊 把0位調到這邊 掃描的速度 放慢一點 好 那我們切到 好 dc 或者是ac 都可以 或者是ac 都可以 這個 或者是ac都可以 好 那如果 如果有剛才這種 這種訊號的話 就表示 它某一條線 可能有點斷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正常的 它的閃動是正常的 因為你不可能不閃動 因為它掃描的速度 太慢 掃描的速度太慢 因為60Hz 1秒鐘 只震盪64 像這個就表示說 有某一條線沒有接好 我們就要檢查一下 哪一條線沒有接好 好 可能是這個 可能是這個探針 探針這裡 探針這裡沒有接好 可能是這個探針沒有接好 好 好 12伏 它的最高點會上升到12 乘以更高2 大約15點多 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5伏 大約 3.2個 所以 大約 16伏 左右 所以12伏的變壓器 最高點會上升到12 乘以更高2 大約15點多 大約是16伏 左右 大約16 16點多吧 大約16伏 左右 沒有錯 這是12伏的變壓器 12伏的變壓器 送進來 那我們來量測一下 VC之間的電壓 量測一下VC之間的電壓 好 這個就是VC之間的電壓 那我們就把它畫在這上面 就把它畫在這上面 然後 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橫軸掃描的速度 5 5個MS 重軸1格5伏 5伏 那 你可以看到震盪一次 花了多少時間 大約3點多格 3點多格 乘以5個MS 就是大約16.6 16.6 16.6 那它的頻率就是周期分之一 16.6分之一 大約是0.06 也就是所謂的0.06K 就是60Hz 那電壓的震幅 VC之間電壓的震幅 大約是85左右的位置 好 那這個實驗就到這裡結束 那這個實驗